王羲宇 事实上,首次斩获大满贯青少年女单桂冠,王羲宇最近表现抢眼,在8月初的泰国暖5比15K,他夺得了成人赛单打首冠,随后第二周比赛他再度杀入决赛,输给了同胞王羲宇获得亚军女双和鞋王羲宇登顶,在日本祝播25K,他又连胜5场夺冠,连续三周都有冠军入场,世界排名也首度激身DOP300,来到新高 Number 278,转战青少年赛场,这位2001年出生的中国姑娘又连战连结,先是成为首位打进美网青少年女单四强的中国大陆选手,随后又成为了第一位打进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的中国大陆球员,17岁的王羲宇本赛季进步明显,在新外教科体能师的指导下,无论技术,体能还是心态都有所提高, 在7月的温网青少年女单比赛中,他立刻投号种子,美国新兴高福等对手机身四强,双打更是携手王羲宇获得冠军,在8月的一战ITF国际网球联合会赛事中,他又首夺成人赛女单桂冠,本节美网,王羲宇作为女单三号种子,不失一盘闯进四强, 半决赛中,面对手战大满贯的黑马,洛帕特斯卡亚,王羲宇克服了阴雨中途更换场地的波动,以6比1,5比7和6比3击败对手。 赛后,这位来自杭州的姑娘显得十分平静,我只关心每一场比赛,打好每一场球,并没有特别激动的感觉。 这是王羲宇最后一场大满贯青少年赛事,今年初,他为自己设立了机身WTA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,世界排名前300位的目标,凭借在美网的出色表现。 他上周的排名,已升至第278,提前完成了任务,王羲宇准备在明年投身职业网谈,明年我不会打青少年比赛了,会开始打职业赛,有记者提到了李娜,王羲宇表示,我看过李娜的一些比赛,她打过澳网决赛,传授了我一些打决赛的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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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